左後角已經崩塌了 岩石峭壁上光凸凸一片 缺了好大一個角 大塊土壤全部裸露出來 對比旁邊綠油油的植物 格外顯眼 海水被沖刷下來的泥水 全部染成黃色 整個周圍變得相當混濁 宜蘭龜山島的北爪 24號上午被經過的賞金船 發現出現劇烈的崩塌情形 今天我們船 在繞龜山八頂的時候 發現的 發現它整個坦塌下來 整個海面上那個新的崩塌點 還有那個泥水 都已經重刷下來了 北爪是位在龜山島的左後角 原本尖尖突起相當完整 現在卻整片探方 剩下岩石裸露在外 會這樣研判是因為近期 花冬地震頻傳 再加上連日降雨 導致土石變得鬆軟 不過因為地震受損嚴重的 還有臺東 歪掉了 歪掉 接著去歪掉 掉下來了 一陣天搖地洞 醫院監視器畫面不停搖晃 下一秒天花板以及電燈 全部砸到走廊上頭 可見地震威力相當驚人 還有急診室瞬間劇烈搖晃 醫護人員跟病患 全部受到驚嚇 就連牆上的時鐘 都被晃到重重砸落 二十三號凌晨 花蓮發生規模六點六地震 台東醫院成功分院 受到嚴重損害 或許餘症接連不斷 從二十三號下午五點 到二十四號下午三點 花東地區 還是陸續出現小區域地震 其中規模四點五以上的 就有發生三起 最大還有達到規模五點三 總計發生十七起的餘症 這一段在重骨斷層裡面 它在中段的特性就是這樣 就是說它在大地震之間呢 其實它在深部是一個 還蠻頻繁的在活動 最近花東平平地震 不止醫院就連龜山島 北爪也毀了 大自然的威力不容小觸 三起雲黃龜人 我歡迎亮晴 以南山東財寶島